OK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Hallelujah 今天一開始就聖靈充滿 果然是五行節的季節 各位 今天我早上在準備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我已經快要爆炸了 因為我在準備訊息的時候 我就覺得已經聖靈充滿了 然後呢 別人在那邊挑電腦自見的時候 都已經裡面的靈在那邊動了 所以我就知道今天神有話 Hallelujah 今天我要先來預告 信息裡面宣告今天就像當年的第一次的五行節 在西乃山下面 結合法的靈親自在火中降臨 用極大的號角聲對他的百姓說話 OK 好 那麼呢 我們就開始 五行節聖靈大交灌 啟動了使徒行傳 神呢 要我講這個使徒行傳這個題目 我本來要講那個多馬的見證 但是拗不過聖靈 這兩天拗不過聖靈 還是要講使徒行傳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使徒行傳教會 所以說今天一定要把使徒行傳好好講清楚 把這個當初啊 聖靈交灌下來的那個DNA 那個恩告再次交灌下來在使徒行傳教會 因為從那一次的聖靈交灌啟動了使徒行傳以後 使徒行傳到今天還繼續在發生當中 沒有完結篇的 Hallelujah 要知道耶穌再來的時候 我們那個使徒行傳才到了完結篇 我們都還在當中繼續 你我 我們都構成在寫 使徒行傳的末世篇章 好 那麼呢 我們所熟悉的五星節呢 是使徒行傳的第二章 我告訴各位 那個是第一次的聖靈交灌 那個地點是耶路撒的 但是我告訴各位 好康的 好康的 好戲 還在後頭 聖經裡面明明白白的寫清楚 彼得就在那天聖靈交灌的時候 當場起來講道說我們不是罪的 因為現在才是早上九點而已 我們不是罪的 OK 我們呢 是被聖靈交灌的 然後就開始那篇的講道 好 他所引用的那些經文 我告訴各位 那裡面隱含了一個極大的奧秘 告訴我們說還有第二次 那一次只是先發 第二次的聖靈大交灌 跟第一次的聖靈交灌 在耶路撒冷不一樣的是 那個時候的交灌的程度跟規模性 是比第一次要遠遠大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代所要經歷的 這個就是末世的聖靈大交灌 是全球性的 復活的季節啊 那麼各位 我們呢 現在就是活在復活的季節 為什麼這麼講 出手節才剛過差不多一個禮拜 五旬節 is coming 在未來的大概42天左右 五旬節就來了 從出手節一直到復活節 都是復活的季節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那個出手節呢 就是大麥成熟的日子 耶穌呢 就照著這個出手節所要應驗的 預言的含義 按著那個命定的耶和華結局的 出手節的那個時刻他復活了 印證了他自己要上十字架之前所說的 那一粒麥子的秘密 一粒麥子的秘密是什麼 就是說一粒麥子如果沒有落在地裡面死了 他人就是一粒麥子在說什麼的 他意思是說 我今天告成了肉聖 可是我如果沒有為你們上十字架 是啊 我呢 仍然是活得好好的 但是只是一顆粒子 但是 我如果 我如果上了十字架 進到地裡面 如同罪利麥子的種子 進到地裡面暗如天子 就好像到陰間裡面一樣 到墳墓裡面一樣 好像當初約拿的聖經 約拿在魚的大腹裡面 三天三夜一樣 他說三天三夜以後呢 砰我要復活 三個晚上三個白天 還在第三個白天將近的時候 砰我要復活 我一復活起來的時候 就好像這個種子破土而出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幾十年啊 一粒下去出來是 一大把出來的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的復活 將帶來許多人的復活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當耶穌 他復活的聖經 明明把他跟我講 就在復活 的那個時候 已經睡了的身體 的聖徒呢 身體呢 有多有起來的 然後呢 耶穌復活的時候 他們就走到 耶路撒冷圈裡面 向眾人顯現 為什麼 就是經驗 耶穌說 我這粒麥子下去 我出來的時候 破土的時候 復活的時候 這是首批收割的 復活 出手的種子 出手的果子 所以出手節就是復活 但是那個是那個 大麥的出手 月節是大麥 巴黎 還有一個出手節 就是小麥的 那個就是五星節 那個就是路德記的場景 就是路德記的場景 路德就是在那個時候 嫁給巴士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活在第一個 就在出手節 跟復活節當中的 這個節期裡面 所以呢 你現在是活在 復活的節期裡面 你絕對死不了 而且呢 你在這一段節期裡面 你明白這個 出手節復活節的含義 我跟你講 這裡面你好好去 咀嚼那個聖經的精神 它那個復活的能量 復活的生命啊 那個復活的量 會在裡面呢 不斷讓你健壯起來 好 然後出手節到七七節 那麼呢 第一次出手節呢 那個是耶穌的復活 來印證了約拿的神奇 他說這一個彎曲被逆的時候 我不再顯任何的神奇 可是呢 我留下一個最大的神奇 就是約拿的神奇 他在做什麼 意思就是歷史歷代以來 從來沒有一個人 能夠事先預告說 我要上十字架 我要怎麼死 我要怎麼樣復活 然後呢 那個什麼時候復活 還要照著耶和華的節旗 出手節的時候復活 而且呢 絕對呢 不可能死在耶路撒冷以外 這個完全是 旧約的聖經都規定好的 不只他要生在哪裡 他連死在哪裡 什麼時候死 用什麼方式死 全部在旧約都規定好了 所以耶穌說啊 妥拉裡面的一點一話 全部我都要全部要應驗 你不要以我來 要廢掉妥拉 神的話語 自己在所寫的呢 我來就是要把這些 全部應驗 全部成就 照著這樣 他應驗 OK 所以呢 那個初手節的時候呢 三個晚上 三個白天 照著約拿神奇的那個模式 復活 然後嘛 先把第一批收割的初手果子 復活起來 他們進耶路撒冷做見證 果然就是這樣 這個跟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五旬節的時候 第二次收割啊 聖靈大教官的時候那個 彼得其來講到的那個內容是有關係的 我現在分享已經是沒系統 但是呢 有亮光 我們大家一起亂 但是呢 跳來跳去絕對會撞出火花 跟亮光的 好 到了我們這個世代才明白說 為什麼 上帝跟我玩這個算數的遊戲 從那個初手節開始起算 算是第一天 然後呢 要算七七四十九天 四十九天的隔天 就是五旬節 他為什麼要跟我們在這玩這個 1 2 3 4 5 6 一直數下去 這個呢 就是要讓我們存著一個期待的心嘛 一個在那邊期待的心裡 哎呀那天來 那天來 什麼來的 就好像五旬節的時候呢 聖靈呢就是在那個西乃山 耶和華神親自在火中降臨 他那個時候 用的好像極大的三崩地裂之下 而且那個是火中降臨啊 就好像五旬節的時候 彼得講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看到的那個火啊 就同樣啊 就當初西乃山的耶和華的 Shakine Glory 耶和華以他為居所的榮光啊 那種榮耀是有那種 吞滅人的火焰跟榮光 跟煙霧的 那種的榮耀的那個煙雲這樣下來 如火一般 裡面是有火焰會吞噬人那種的 火焰下來分開來 然後呢好像舌頭火焰的時候 啪啪啪啪落在 結果這個場景就跟這個 西乃山下的場景是搖搖呼應的 他們那個時候當場說出了那些方言出來 講起每一個不同國家的語言啊 不是我們的這個個人跟神的這個天使的言語 而是真的是 假設那個時候有火焰人在西乃山下 那個話一到你的耳朵 耶和華神講話一出去 因為他的話是活的 那個時候照聖經的記載啊 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啊 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還有許許多多的各式各樣不同的民族 不同種族人跟他們一起出去啦 所以說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賢雜人等 那個賢雜人的multitude and multitude 一大群的 埃及的也有很多跟他們出去了 你知道嗎 還有其他在埃及裡面的 許多其他的族也跟著他們出去 你知道知道說 只有摩西亞所宣告的這個 耶和華神才是自大的神啊 全埃及的偶像 全埃及的所有的偶像 全部被擊打得光光的 他所降的那個實災 每一災都是在審判埃及的偶像啊 他們所敬拜那個尼羅河神 那個是等於生命的神啊 有刺生命的神啊 你知道嗎 結果上帝呢 把尼羅河的水呢 就直接變成雪了 尼羅河四千英里長 你可以想那麼的寬闊 那個整條四千英里長 全部變成雪 所有的裡面的魚啊 什麼蝦全部翻上來 那樣恐怖 為什麼 上帝要審判尼羅河神 就在法老的面前 就在埃及人的面前 要審判尼羅河神 為什麼 因為那個法老呢 他們說以色列人呢 進到埃及這個母胎之地啊 居然這麼會生 生到法老都怕了 所以說怎麼樣 把南英都要丟到哪裡 丟到尼羅河裡面去 是幹嘛 寄尼羅河的河神 所以這種沙陰獻祭啊 從古就有 OK 獻給尼羅河的河神 所以上帝說 這一次我就是 審判尼羅河的河神 整條江頭讓他透掉 所以當初啊 眾廣大的不同的民族 跟著他出來 到了西南山項 耶和華神在火中 叫你親自講話 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刻 說呢 創造天地的神 我不管是哪一個宗教 除了聖經裡面 就業裡面的耶和華神以外 人類歷史的時空當中 從來沒有 這樣一個集體經驗值 幾百萬的會眾 聽到 創造天地的神 在西南山的山頂中 集到浩甲的聲音 幾百萬人同時聽到 他在說話 說 我是耶和華 在我面前 不可有別人 歷史上 以色列 幾千年來 所有的文獻裡面 也從來沒有一個文獻 否認過這件事情 發生說 沒有當初我在那裡 我把我的阿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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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在那裡 他告訴我說他就在 西南山項 他沒有聽到 從來沒有任何這樣的記載 可是那幾百萬的人 是不同的民族 這個話語一出去 他們每一個人都聽得懂 就跟使徒行傳五星節一樣 同樣的勝利降下來 每一個人就講不同的話語 但是同樣 述說同樣一次 就是述說 耶穌榮耀的見證 Hallelujah 這個就是我們使徒行傳 所要得著的DNA 另外還有一個奧秘 七七節呢 同時呢 他是Jubilee year 洗年的縮影 為什麼 七七四十九 下一天是五十 所以我們都知道 那個洗年 就七個安息年之後的 下一年那就是 每五十年是一個洗年 就是呢 Restoration 你所失去的全部都還給你 那個時候 OK 為奴的得著自由了 然後呢 你的債也全免了 那個就是Restoration 那同樣的呢 結果根據那個Michael Rudd 講解呢 就是在以色列1948年5月14號 宣告以色列一日誕生了 復活了 復活了 以色列這個國家本來死了 沒有希望的 驱散到全世界了 居然 復活了 重新復活了 這一個同樣出手節 五行節 就在那個時候 ㄅ 復活了 所以呢 第一次是耶穌的復活 第二次是以色列復活 我們非常有榮幸的就是說 我們是生活在這一個 以色列已經復活以後的世代 這個叫做無花果樹的世代 因為無花果樹重新發嫩長綠了 好 再來 接下來呢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西伯來立法 我相信呢 各位觀眾裡面呢 有一些呢 應該有上我末世先鋒的這個頻道 有一些會熟悉的這個西伯來立法 因為這是神自己所制定的立法 這個實在是非常奇妙 本來呢覺得說 這個沒有什麼好像很古老的東西 有什麼好研究的 後來我發現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呢 上帝要創造天地的主宰 他自己要制定這個立法 而且他制定這個立法 是根據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的時候 日月星辰 還有他的成色跟他的軌道 跟他運轉的速度 他根據那樣子 來制定這個立法 這個跟那個是完全息息相關 那為什麼要 費這麼大的周章 原來裡面隱含了一個非常 極大的奧秘就是說 那個七個耶和華的節起啊 完完全全就是在講 他的愛子耶穌的救恩 跟他以後呢 萬王之王啊 弥撒亞再次回來的預言 全部就埋在這七個 耶和華的節起裡面 而且都要精準應驗 所以呢 我剛剛所提到的第一個出手節 還有玉月節 耶穌什麼時候上十字架 就是玉月節啊 就是大祭司在屠宰 為以色列所献的那一頭 大祭司親自拣選了 玉月節的高揚的那個時刻 耶和華福音說 耶穌知道說 他的時候到了 他怎麼知道他的時候到了 因為那個就是大祭司在宰殺 最後一頭 為全以色列所献的那一頭的時候 是大祭司親自拣選的 他就在十字架上面 他就把自己給献了 他才是真正的大祭司 他才是真正的玉月節的高揚 一切都是獨行騎士的神 獨行騎士把自己獻上 自己又是大祭司 這個救恩就是因為不甲於人手 完全他獨立完成 所以這個救恩才這麼的鐵 如果今天那個救恩 要靠你我家來加一點幫忙的話 這個救恩就不可靠了 所以呢 這個七個節期裡面呢 前面的四個節期 春季節期 就是在應驗耶穌第一次來 所以各位你用這個角度去研讀聖經的時候 你那個四福音書的奧秘全然打開 所以說你就知道說 哇 耶穌真的就是上帝的兒子 沒有人能夠辦到這樣子的事情 如此精準完美的應驗 人世十地五交叉應驗 怎麼可能 那如果是第一次春季四個節期 都是這樣百分之百的應驗 包括我們今天所要講的 那個五星節聖靈交灌 為什麼耶穌要升天以前 告訴了這些門徒們說 你們不要亂跑 你們要去哪裡 比如說不要去高雄花蓮 愛在四月天 不要亂跑 去哪裡就可以到耶路撒冷 在那邊等 等什麼 耶穌知道 OK 他要做那一件事情 就是照著這個五星節的 節期的隱含的預言 他要應驗 他要成就 就是把聖靈給交灌下來 說不要黑白照 你如果到時候 沒有乖乖的聽話在那邊 聖靈交灌下來 你錯失了這場良機 你不是在那邊堆成瓜堆了 堆了要命 是不是 就這樣嘛 所以它是有定時 有定點的 來應驗的 好 這樣子的一個 第一個 春季的節期呢 既然是如此完美 盡竹的應驗 那我請問你 秋季節期 講的就是它第二次再來 所要預言所要成就的這些的事項 秋季的節期 吹角節 那個贖罪日 還有珠盆節 種種的場景裡面 你再去看啟示錄 啟示錄都為你打開了 齁齁齁 裡面就是啟示錄的場景了 一切照著 拓拉來 一切照著 耶化神自己的 獨行奇事的超越時空 哈利路亞 祂的救恩鐵定 如此的跨越時空 一定要完成 就像這樣子呢 我們就心裡面呢 有一種確定感 不是只有情感上 愛耶穌 我們的那個心知肚明啊 耶穌呢 就是萬王之王 一定會來 聖經所寫的 一定會應驗 所以我們信的是有根有基於 我們不是迷信 我們信的癫狂 但是呢 我們沒有迷信 哈利路亞 好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看一下 亞比越就是一年的第一個月 就是這一個月呢 以色列出埃及的 那我們今天呢 是4月11號 就是亞比越的28號 看到這28 就是亞比越的28號 你在這邊會看到一個8 這個8呢 是從上面的21這邊開始算 這一個呢 就是出手節 好 我們照現在的 今年的那個 猶太利的立法 而且是麥克爾路德 已經還原過的 校正過的這個希伯來立法 那所以呢 真正的那個 這個出手節呢 就是在4月3號 你看看一個4月4號有沒有 4月3號的黃昏開始 因為耶和華自己的立法規定呢 一天是從黃昏開始的 跟這個羅馬力 跟現在這些太陽力是不一樣 這耶和華神自己定的 那個是為了要對應創世紀 神創造天定的 由晚上 由早晨 是第一次為第一次 所以這是從晚上開始 所以呢 在這個4月3號 上個星期六的日落 就開始了亞比月21號 那昨天呢 黃昏以後 日落以後呢 就開始了那個亞比月28號 這樣子 所以我說 連從第一天開始起算 那今天是第八天了 這個日子非常美 因為聖經裡面 八都是代表 線上 Dedication 奉獻 所以呢 比如說行割禮 就是在第八天 好 限電節 也是八 好 那所以呢 今天這日子非常的美好 那我想要請問各位 根據聖經來講呢 多少天以後 耶穌要升天 我們現在時光倒流 回到現在在 就是耶穌那個 復活以後 還沒有升天那個時候 假設我們現在都跟他在一起 還有多少天他要升天 還有多少天 他在地上停留多少天 復活以後 40天之久 還有32天他要升天了 現在就這樣子 一個時空當中 我們再看下一幕 好下一幕 那一天呢 落在5月5月12號的日落開始 5月12號的日落開始呢 以亞月他們有寫 以亞月的30號 那個就是第40天 所以從初所節起算 起第40天升天 那在這一段的時間之內呢 耶穌做什麼事情 路加福音跟我們講得很清楚 使徒行創第一章也講得很清楚 教導他們不是天堂的福音 而是天國的福音 這裡面大有區別 教導他們天國的福音 什麼叫做天國的福音 同時呢 他把從那個託拉吾經 詩篇大小先知書 所有的一切 指著他所說的 他現在所應驗的 以及他未來說要應驗的 全部都跟他們講明了 這是一個國度的福音 因為前者他到第二次再來 他不是升天了就不回來了 回來的時候就是那個國 天國有形有體降臨的時刻 但是在那個之前呢 我們就是要把天國的福音給傳開來 再下來 好 那麼呢 五旬節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從5月22號的日落開始 因為呢 從初手節開始起算 當作第一天 7749以後的隔日 第50天 那個就是五旬節 剛剛那個算法算下來呢 就是在5月22號的日落開始 是會在西方月的10號 那是從5月22號的日落開始 那麼呢 叫做七七節 那五旬節是那個希臘人的用語啦 如果照舊約來講 他直接稱它為七七節 為什麼七七節 你要數算七個七嘛 49 所以叫七七節 整個這個時空的一個背景 那我們呢 現在就活在那個初手節 跟這個七節當中復活的節起 Hallelujah 好 再下來 梗在哪裡啊 我們現在啊 大家都要找梗啊 對不對 梗在那裡 聖經有沒有梗 我告訴你 聖經的梗可多得很 為什麼 彼得五旬節的講道 這麼紮動人心啊 哇 大家激動的不了 一天就三千人受洗啊 各位 要得到這個恩膏 以後 使徒新傳教會 拆拍出去的宣教士 照樣彼得的恩膏 在你們的身上 砰 這樣一天三千人受洗 OK Hallelujah 好 好 那梗在哪裡啊 為什麼彼得的五旬節 講道如此的刺穿人心 好 你看 哎呀 犹太人啊 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啊 這件事情 你們是知道的 什麼意思啊 OK 內行的看門道 好 外行的看門道 意思就說 尤大帝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們 一直到一年多前 在施洗約翰被斬脫以前 你們不是 出去到了耶誕河嗎 離開了這個耶路撒冷 這個法利山所掌控的宗教系統 到耶誕河 看了一個穿著駱駝毛衣的 那時候還沒有保護動物協會 所以他沒有被抗議 好 然後 吃蝗蟲 跟野蜜 上等的食物 因為蝗蟲是捷徑的 你可以查舊約 蝗蟲是捷徑的 所以他吃蝗蟲跟野蜜 然後呢 你們為什麼不在會堂裡面 聽這些拉比們的教導 你們要跑到那耶誕河裡面 是什麼力量驱動 它有什麼吸引你們的 你們要到那裡去受他的洗 要聽他來講道呢 他講得到 豈不是很扎心嗎 連法利塞人都出來受他的禁啊 還記得嗎 可是 你們也承認他是先知啊 就是這個意思 他先把時光勾回去一點 你們都是目擊證人啊 所以呢 我現在要跟你把所有的事情 串連起來給你們看 這些人沒有罪 因為呢 現在才是早上九點而已 好 那接下來 重點是什麼 你們還記得嗎 當初啊 他在約他施禁的時候呢 有一個人就叫做 耶穌 耶修啊 他呢 來 也被他施禁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他從那個約他施禁 上來的那刹那之間 天把張開了 聖靈用鴿子的形狀 噶 降下來 天上還有天父的聲音 那個是聖經裡面的 兩次裡面的唯一一次的 聖父聖子 聖靈同時出現的時刻 天父的聲音 降出來 對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悦的 聖靈噶 跟鴿子一樣 不是降在他身上 是居住在他身上 聖靈無限量的 以他為家 以他為聖殿 耶穌就是行走的聖殿 所以他才說你拆毀這店 我三天就把他給重新蓋起來 這不是開玩笑的話 ok 因為呢 那個降下來的聖禮是無限量的 是以他為居所的 就好像當初呢 在摩西的 在那個會墓裡面 張墓裡面 那一個約會 上面的施恩座上面的 耶和華的Sharkine Glory 同樣的是以那個 約會上面施恩座 以那個地方為家的 那個叫居所 那個叫Sharkine 就是那種特別的 為家的 以他為居所的 那個榮光 叫做Sharkine Glory 那個榮光 降到 鑄到耶穌的身上 所以耶穌就成為一個行走的聖殿 那不然他對他所指認的 所見證的就是這個 然後呢 耶穌呢 禁止40天之後 第41天 撒旦來試探他 有沒有 得勝了以後 第42天走出來 施雪安看到他走過來 又再一次的大聲喊說 什麼 你說看啊 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施雪安這麼大的見證啊 神的羔羊 什麼羔羊 玉岳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不是遮蓋 不是要供牛土 供山娘的血 施雪安他本是祭司的後代啊 對他爸爸祭司啊 很清楚啊 那個每年的负罪日啊 什麼 祭的 還有每天獻的這些生祭啊 那個血都是遮罪的啊 哪有除罪的 但是看啊 上帝的羔羊啊 越前的羔羊 他是要把這個罪給突破掉的 以至於那個耶利米蘇里面講說 日子將到 我再也不記得紀念 I will forget 耶穌神說日子將到 我必須以色列領列領列行列 因為不再紀念了 我再也不記得了他們的罪了 公益的神怎麼可以有 他既然跟摩斯基宣告說 我必不以有罪的為無罪 他怎麼可以說 我今天心情好 一筆勾銷了 不行啊 right 就是因為上帝的羔羊 他的血把他罪給突破掉了 所以之說 才會有這個語言的因應 說我再也不再紀念 我已經找不到了 在那個世代 最這個就是這個債 你如果欠人家 比如說一百萬 是要拿那個羊皮的借據 羊皮的紙來 在上面就寫了 用墨水寫了 好 我某某某欠某某某一百萬 好這樣子 當你的一百萬償還的時候 不是把這個借據拿去燒掉 是把這個借據呢 用水啊 倒上去呢 就把他這個字機全部化掉了 耶穌啊 在十字架上面 塗抹了我們的罪的債 就是這樣 他的保險倒下去 全部化為無有 只有他做得到 只有他夠資格 上帝獨一的羔羊 上帝沒有Plan B 因為上帝不需要Plan B 他知道他愛子耶穌必會 榮耀完成他這個福召 這個使命 他沒有被抬頭 然後呢 可是這裡面呢 還有一個極大的見證 跟五星節有關 你們現在 當場所看到的這些人 在這邊講起各國的 與各國的講 講這個英文 講國語 講普通話 講四川話 講這個法文 還有各式各樣的語言 都在同樣述說耶穌的 榮耀的見證 你們所看到的這個現象 就是當初 實際上 還值得這一位 同一個耶穌所講過的 同一句話 這一個見證就說 什麼 我是用水幫你們施禁的 但是 還有這一位 他怎麼樣 他是 我替他提鞋帶 都解鞋帶 都不配的 OK 因為他來是怎麼樣 他是用聖靈啊 跟火把你施禁的 這個就是當初 你們還記得嗎 一切耶路撒冷的 由他提了 你們好多還記得吧 就是這句話 所做的見證 耶穌今天 用聖靈 把我們施禁 成就 This is what it is about 這個就是這個事情的 哼哼在這裡 有夠哼吧 太興奮了 講到這個 塗抹掉了 塗抹掉了 最多塗抹掉了 這個只是合一的秋語 因為那個彼得 彼得他在這個講道裡面 他就提到耶穌書了 耶穌書 對不對 好 耶穌書 然後他說 這正是先知耶穌所說的 可是我跟你講 這一段 他在講 大家仔細看 我等一下會仔細解析 在後面 這只是合一的秋語 好戲還在後頭 他的意思在講說什麼 OK 現在你們所看到的 是在耶穌書裡面 第二章裡面 他的預言就說 我要將我的靈交灌 我的仆人和死女 他們要說預言 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那個現象 就是像耶穌書裡面所說的 但是耶穌書裡面 有提到兩種語 等一下我會好好解釋 你們先有這個概念 一個叫做初語 一個叫春語 或者是一個叫 the former rain 就是前語 後語 因為他有時間次序的 還有不同的功用 我等一下會解釋 但是呢 使徒彼得說 講的這一次呢 只是其中的 合一的秋語 就是former rain 前語而已 後面還有一個 我剛剛一開頭 跟大家分享的 令人興奮期待的 那個末世的 第二次的聖靈大教官 那個秋語 村語或是前語 後語一次性教官的 全族性的 那即將來到 都寫在聖經裡面 好 然後呢 這裡面呢 在他所引述的裡面 說什麼 在天上顯出奇事地下 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 這一段 有血有火煙呢 這個是在 第二次教官的時候發生的 就是我剛剛講 村語出語一次大教官的時候 那個時候發生的 OK 好 再下來 到那時候 凡求告耶和華民的 就必得救 天上地下 沒有赤下別的民 可以得救的 接下來 彼得就講 這一個 你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的 你看看 以色列人啊 神啊 藉著 拿撒勒耶穌 在你們中間所行的 神迹奇事一能 把他給證明出來 證明什麼 證明他就是 旧約裡面 一再宣告大魏的子孫 The son of David 那個彌赛亞 旺王之王 他也是以撒斯 52章 53章所宣告的 看到我那受苦的仆人 兩種角色都有 但是他第一次來的時候 他是要先完成 有以撒斯 52章 53章 我那受苦的仆人 為什麼 他要用他的血 做多人的暑假 把所有的百姓的罪過 背在他的身上 用他的血 買熟了這個罪的再了以後 之後 才有辦法幫我們復活 才有那個權柄 幫我們復活 也才有那個程序正義 能夠幫我們給復活 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 永永遠遠的 跟神在一起 那這樣我們才能夠 在天國裡面 因為天國是永恆的 天國是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 那如果我們活了一百歲 活了一千歲 就死了 哪有說承受天國為業 沒有啊 所以神非得要幫我們復活不可 但是復活就是要接受耶穌 基督的救恩為條件 然後所以呢 他行了哪些神迹奇事 我們就講一個就好了 就是說他在光明節的時候 開瞎子的眼睛 以赛亞書裡面 已經有預告說 他的仆人來的時候呢 他所要行的神迹裡面 就是怎麼樣 要開瞎子的眼睛 所以呢 舊約呢 比如說摩西亞 以利亞 以利莎這些大先知們 他們所行的神迹 也是不得了的 是不是 可是呢 從來沒有一個 行過一個神迹說 把生來是瞎眼的 眼睛給他打開了 讓他可以看見 這一個神迹是留給弥赛亞的 誰能夠把這個神迹給行出來 他就是弥赛亞 你絕對不會認錯 你如果看到這件神迹 行出來的時候 你還明明否認他 那你死定了 你自己就 解決了這個救恩 因為你明明的否認 尤其就是你很懂聖經的話 尤其是那些法律賽人 那個時候 拼了命 把瞎子找來 你的眼睛到底是 原來很瞎很瞎的 怎麼現在不瞎了 然後要他來否認 否認他原來不瞎啊 原來他是瞎的 現在可以看到 他沒辦法啊 對不對 他說我這麼瞎 我從小就瞎到現在 對不對 你們大家都知道啊 好 那到底你們要問我說 那個人是誰把我很瞎的眼睛 看動變成一片光明的 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他呢叫我去洗眼睛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不太清楚啊 所以那時候我還蠻瞎的 所以我又看不清楚啊 然後我去洗了眼睛以後 就大晃光明了嗎 啊剛好那個洗那個眼睛的池子 就叫西洛雅池啊 西洛雅池是什麼 封差遣啊 什麼意思 耶穌就是天父差遣來的嘛 使徒嘛 同樣啊 我們現在在使徒行轉啊 你們也可以開瞎子眼睛啊 對不對 一樣嘛 封差遣的嘛 我們也是封差遣的嘛 耶穌是天父差遣他來的嘛 他不是 你知道他是 他受了這個差遣 來的 OK 不像那個撒旦自己要做王的 你知道嗎 不一樣的 OK 所以他奉差遣了嘛 所以呢 他就不瞎了 所以這些法律賽呢 然後那個蝦子甚至跟他說 欸奇怪了 然後他就說 這個人是從神而來的啊 你們為什麼一定要找他麻煩呢 有沒有 那他們說這個人不是從神來的啊 欸那個蝦子就跟他們辯論起來了 他說欸 從創世以來 有聽過哪一個人開了蝦子的眼睛呢 沒有啊 那如果他不是從神來的 他怎麼能夠開蝦子的眼睛呢 這法律賽人呢 沒有話講啊 對不對 算了 你這個喔 沒話生的 沒有小學也沒畢業 又 找檳榔的 又沒衛生的 我們不跟你說了 否認這個見證啊 OK 各位 見證很重要 神為什麼要我們在這個末世 檢榮的末世出生啊 就是神要用我們的生命做極大的見證 但是呢 撒旦就一定要想盡一切的辦法 要把見證給我殺掉 就好像當初啊 連被耶穌復活了 那個拉撒路 一樣啊 對不對 他們不只要把耶穌殺了 他把拉撒路也殺了啊 不然這個拉撒路坐在那邊 大家眾人都知道他死了四天啊 然後現在坐在你面前呢 在那邊吃什麼和牛吃到飽 什麼什麼的 你知道嗎 就來一個 這他就是被耶穌復活的嘛 對不對 這個見證這麼大 哪有辦法否認嘛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個見證信耶穌的人也多啦 所以非要把見證給殺了嘛 所以起司徒跟我們講啊 我們在末世的時代 我們被檢取到活在末世的先鋒們 我們就是怎麼樣 要忠實為耶穌基督做見證 因為撒旦就是想盡辦法抹殺我們的見證 那麼所以呢 今天呢 他這個神奇已經證明他是彌赛亞 可是呢這個神呢 有一個先見 因為他是超越時空的 他知道呢你們不會接受他 所以呢他允許這個事情發生 讓你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面 好成就神更高的旨意跟計劃 就是救恩的計劃 好 但是這個事情不怪你們 你們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但是這個事情不怪你們 你們還有機會悔改 就是這個意思 好 然後呢神呢把他給復活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能被死拘禁 為什麼他不能被死拘禁 因為他是無罪的生命 因為一個無罪的生命 就不能被死亡所掌控 因為這個無罪的生命呢 這個長死權的魔鬼 在他身上就沒有權柄 接下來怎麼樣扎心啊 他接下來就引述了 那個詩篇 大衛啊 預先看到復活的耶穌啊 這是這一段的意思 二章二述節啊 大衛指責他說 我看見耶和華藏在我眼前 因為他是引述那個詩篇十六篇 他在我右邊叫我不是動搖 所以我的心裡歡喜 我的靈快樂或是神快樂 並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 好 那他就是直接引述詩篇十六篇 第九節 那就是我們就現在就讓彼得 大師兄彼得親自為我們來解經 解詩篇十六篇 Therefore 大衛呢心裡面很安定很穩定 很有盼觀 為什麼 我的心很歡喜啊 我的Glory 在原文上面是Glory 我的榮耀快樂啊 為什麼榮耀 因為我們到時候被護活的時候 被護活是被什麼護活 聖靈護活 就好像耶穌啊 同樣耶穌是怎麼護活 上帝藉著聖靈 讓他死裡護活 照著聖靈啊 讓耶穌從死裡護活的同樣聖靈 居住在你我裡面 耶穌浇灌下來的 好 所以呢 他這裡才會講到說 我的榮耀快樂 因為The Spirit of Glory 就是聖靈 這按聖善的靈說 就The Spirit of Glory 榮耀的靈 就是聖靈 而且呢 我的 My flesh also rest in hope 就在這裡 為什麼我的肉身 為什麼我的身體 那個rest的意思 我躺下來睡覺的意思 那是代表什麼 死了 就好像代理書裡面的 對不對 天使加白的代理書 你去睡覺 意思就是說 反正呢 你所看到的這些 末後的很多的事情呢 是你未來才要發生的 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不是你的世代了 那是我們的 我們的世代了 嘿嘿嘿嘿 要發生的 OK 那睡在乘埃到裡面吧 對 但是呢有一天呢 會幫你叫醒 Rest 就這個意思 OK 一樣大衛 Rest 為什麼 他知道我死了呢 可是我死的時候呢 我很有指望 我有hope的 我這個睡覺啊 不是一睡不行的 我這個睡覺呢 還要在期待裡面的一個鬧鐘來叫我 那個就是 啟示錄的第七號吹响的時候 號頭末次吹响的時候 好 然後呢 所以他有這個辦法 可是他的叛光從哪裡來 他憑什麼說這句話 就是把你們釘在施架上的耶穌 他才能夠憑著講這句話 這怎麼串連起來了 因為啊 他說啊 因為呢 你不會把我的靈魂嘛 撇在陰間 然後呢 你也不會呢 讓你的Holy One 這都大寫聖者 我們知道聖者啦 以色列的聖者 就是以色列的救贖主 就耶穌嘛 to see corruption 他的 所以呢 因為你啊 不會允許弥赛亞的身體朽壞的 你知道我們才明白 大衛呢 就是因為他看見了 他明白的說什麼 上帝已經跟他應許啊 大衛的後裔啊 以後有那一位 叫做the son of David嘛 大衛的指示就是弥赛亞 他要坐在 以色列的寶座上面呢 用耶路上的寶座上面 永永遠遠 指掌王權嘛 這就是大衛的後裔啊 就是弥赛亞 可是呢 他又事先看見了 事先看見 所以大衛是先見 這邊寫先知 其實他是先見 他已經事先看到了嘛 神跟他起誓了嘛 所以他從後面的 他以後要出現一位 可是這一位呢 神要把他復活 這個就是弥赛亞 然後神要把他復活 這個弥赛亞呢 這個大衛的指示 會被釘十字架 所以詩篇的這個 22篇裡面的 他們扎了我的手 扎了我的腳 就是大衛看見 他被釘十字架的樣子嘛 刺穿嘛 釘子刺穿他的手 刺穿他的腳嘛 對不對 然後他們為他們分 他們要分他里衣外衣啊 抽籤啊這些事情嘛 一切都照這樣應驗的嘛 大衛事先寫 看見就寫起來了嘛 怎麼死的知道啊 大衛看到他復活啦 所以大衛有指望啊 所以就是說 你不會讓你的聖者 什麼一距身體朽壞的嘛 三天三夜就把他復活了嗎 那因為你把弥赛亞給復活了 你把大衛之子給復活了 就是耶穌 你把耶穌復活了 所以呢 我大衛呢 就非常的有指望 知道說我現在雖然死了 在我的後衣裡面 要出生一個 The son of David 大衛之子 他就是弥赛亞 然後呢 他要上十字架 他完成救恩 然後他死的一半要復活 而且呢 耶和華要把他復活 阿巴天父要把他復活起來 然後他把他 把他給復活起來以後 他未來 這一位 復活的彌赛亞 就會將我大衛復活 現在有一層一層的深入 這個就是那個彼得的講到 五星的講 如此扎心 他把這些全部都串連起來 好 這些的新聞呢 他們以色列人很懂 所以我鼓勵各位 就約一定要讀 就約一定要讀 因為呢 要對回去這個西伯來的根源 你從這個就約西伯來根源 你來看新約的這些記載 哇 我跟你講 真的像鑽石邦的光芒旺葬 OK 而且那個話語一解開那個能力 在你裡面 你就有那個屬靈的驅動力 屬靈的引擎 那個power跟spirit在你裡面 所以呢 接下來同樣在這裡 這一同樣的詩篇裡面呢 他又繼續講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 什麼 我們過去在讀不小心啊 對不對 因為這是一直連下來吧 剛剛是27節嘛 對 講到那個彌赛要復活嘛 耶和華神要把彌赛要復活 然後呢 要把大衛後面要復活 OK 然後呢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 指示我這什麼 The truth is the way of life 什麼叫做生命的道路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道路 我真理道路生命啊 OK 那怎麼樣能夠得到生命 得到這個永恆的生命呢 這個永生呢 這個道路就是耶穌自己吧 所以呢 這條路 永生的道路 你已經指名給我看了 這大衛所寫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呢 叫我 見你的面 得著滿足的快樂 那什麼意思 我知道耶穌你再來的時候 你必要把我給護活 我護活了以後 我就要看見你 我看見你的時候 過去的一切 那些困苦愁煩 那些逼迫患難 全部都值得了 在光中必得見你的光 那個時候我就得到 我親眼見你 我裡面就有滿足的喜樂 擁溜出來 哈利路亞 各位 扎心不扎心 暖心不暖心 有沒有梗 要不要信 對不對 所以他繼續講 大衛寫這個詩篇 他不是在講他自己 為什麼 因為大衛 那個時候他死了 也埋葬了 他的墳墓 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 就在耶路撒冷聖殿山那裡 他的墳墓 大衛的墳墓還在那裡 大衛還躺在那裡 所以很明顯的說什麼 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不是在講大衛他自己 就是在講同樣的這一位 耶穌你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但是神又把他給復活了 這一位耶穌 我跟你講可能聽到彼得這樣講到 我跟你講你的血壓 可能一下就飆到150了 This is so excited This is like mind blowing Like wow You know 不可置信啊 可是又令人太興奮了 Yeah 所以呢大衛呢 既然是先見 OK 又曉得呢 神跟他起過世 要從他後裔中立一位 坐在他寶座上 永遠為王 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呢 彼得就把這些都串連起來嘛 對 大衛都知道嘛 對不對 有這個大衛之子 上有David嘛 你明塞亞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預先看明 不是看明 預先看見這件事情 所以就講論耶穌復活說 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 他的肉身也不見 朽壞啊 今天把一切的奧秘給你們解開了 在他還沒有上十字架 以前他還沒有復活以前 這個奧秘是隱藏的 不怪你們 可是呢今天的這個奧秘解開了 今天你們就是要信耶穌的時候到了 Amen 所以呢 這一位耶穌神就是叫他復活的 我們都為這件事情做見證 好 然後呢 發生什麼事情 他在地上復活以後四十天之久 跟我們講論天國的事情 也叫我們在耶路撒冷等啊等啊等啊 就是等這個時候發生的 OK 所以呢 他現在在哪裡 他就是呢 被升到那個什麼 至高 因為他是降到最悲 然後就被神升到至高 至高就是跟耶和華的神 耶和華同等的高 因為他是至高的神 你不能再比他高了 來 這個也就是 為什麼 耶穌呢 在約翰福音十七章的時候 跟天父做了那個禱告 說求你榮耀子 好讓我子能夠榮耀父 有沒有 然後說求你恢復 我跟同你在創世以前 同享的榮耀 為什麼是創世以前 同享的榮耀 因為創世以後 他就被拣選做神的羔羊 他就開始在天上已經先降倍了 繼續降降到地上 降到仆人 再降到受死 變成為我們 背負所有的罪 一直降 一直降 降到這樣子的地步 但是這些救恩做成了 求你恢復 創世以前跟你同享的榮耀 直接降到最高了 降到至高天 至高者的 至高神的右邊 得勝尊貴的地位 就是這一位 就是這一位耶穌 你會把他厌棄他 你會否認他 你會把他釘十字架的這個耶穌 還說他是被鬼附的 耶和華父神的手中 接受了 當初他們所講好的 他完成救恩的時候 那個條件 就是 父說你完成了救恩以後 我就應許把聖靈 把聖靈給交灌下來 榮耀你所做的事 榮耀你的救恩 完成的這個救恩 神的靈耶 砰 大响聲 砰 烈天而降 耶和華神來 烈天而降 那天聖靈 烈天而降 你們今天所經歷的事情 就是這一件 在你們面前成就了 此時此刻 完全應驗了 哇 這一下 怎麼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好像伯利昨天晚上跟我分享的 被聖靈砰的時候 對不對 那個聖靈把他交灌了以後 哇 怎麼辦怎麼辦 我要怎麼 你知道 我不要我過去了 我要 可是我現在要 我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所以一樣嘛 對不對 好 心裡面扎心啊 好 然後下來 好 那所以呢 你們啊 以色列全家都要確實知道 你們定在十架上面的耶穌 你們表面上看起來 可可憐憐的 可憐兮兮的那個耶穌啊 好像呢 溫柔恭儉讓的耶穌啊 OK 然後呢 OK 這一位耶穌啊 而且你們還厌弃他 說我們不要這樣子的亡啊 神呢 已經立他為主了 為阿多奈了 OK 阿多奈這個字呢 是主耶和華那個阿多奈耶穌巴 同樣的一個抬頭 神行吧 升到至高的 升高到阿多奈耶穌巴的 這同樣高度的 立他為阿多奈耶穌巴 宗人聽見這話 轟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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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這些的使徒身上 所運行的 使徒行轉的神機騎士 就這樣展開一直到今天 同樣的聖靈 住在你我身上 同樣彼得說 講的那個聖靈 一模一樣 住在我們的身上 然後呢 那現在講到更興奮的時刻 現在安全帶要記好 然後呢 末世聖靈大交灌 好 你看 約和書二章二三節 喜安的民啊 你們要快樂 因為約和華你們的神歡喜 因為 祂賜給你們和宜的秋雨 為你們降下甘寧 就是春雨 秋雨春雨 與先前一樣 其實看這個和和本 看了母沙沙 看不太懂他在說什麼 所以我鼓勵大家讀聖經啊 要讀幾種的版本 不能只讀一種 那麼呢 我最喜歡呢 最少我先把King James 清定版的拿來比較 比對比對 因為我發現清定版的 你要翻譯聖經 你要明白 不只是翻譯聖經 翻譯任何的著作 你現在要先understand 那個作者的意思 才能夠選取那個合適的言詞 然後呢 去把它給翻譯出來 不然你自己就覺得 這樣不太順 你知道這理解上面不太順 你就沒辦法翻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理解的問題 那我認為King James的版本 它的理解是相比 其實這樣呢 它是最全面性的 而且是通的 所以我很喜歡用King James來比 好 你看King James就不一樣 這邊呢我就把它 照King James我自己把它翻譯 好 你看 你看看 他說 他所降下的 你們要快樂啊 耶和華為你們降下什麼呢 He has given you the former rain 就潛雨 有沒有 大家記得喔 formal rain 潛雨喔 然後呢 moderate 有沒有看到moderate這個字 就很重要 這個就是 Herb把它翻譯作合遺有沒有 很合適的意思是什麼 不大不小 恰到好處 OK 不是像那種 哇 下 那種大雨傾盆而下 不是喔 是剛剛好的喔 moderately 然後呢 它將以後啊 所以這一個是前面的 這個是後面的 它將 cause to calm down 它還會造成一個更大的降下來 是什麼 for you the rain 還有一個特定的 the rain 那雨 在未來在末後的時代 還有一個那雨 那什麼雨 the former rain and the latter rain 這個雨呢 是把秋雨跟春雨一次下下來 一次交灌的 叫做the rain 不是只有later rain 不是只有後雨 不是這樣前雨後雨 一次吃到飽 末世聖靈大交灌 允許的寫在耶穌就是這樣 然後呢 秋雨是做什麼 春雨是做什麼的 大家記得嗎 秋雨就是那個 former rain 前雨 就是說呢 它是濕潤土地 讓這個農作物啊 農夫呢 他容易去那個耕耘 土壤弄鬆 然後撒種 播種放下去 耕種 所以那個雨量不能太大 要剛剛好 但是呢 那春雨是什麼 春雨就是說收割的時候到了 好 比如說出手節嘛 比如說五旬節嘛 right 這個古物呢 要成熟了 收割的時候到了 那個時候要降下來的 就是這個春雨 那個是雨量非常非常充沛的 要讓這古物呢 能夠水分吸收飽滿 然後呢 在那個時候要成熟了 該成熟的時候就要成熟了 因為收割的日子不能拖延 末世的聖靈浇灌 末世聖靈浇灌是什麼 那雨兩種雨一起下下來 意思是什麼 撒種的跟收割的恩高一次降下來 Hallelujah 所以末世的使徒行鑽 我今天就宣告這裡就是末世的行鑽 使徒行鑽的教位之一 聖靈大交灌 恩高 全部降下來 春雨去 那雨 The rain 我跟你講 殺種跟那個收割都是快速的 一次性的 大量性的 全球性的 量子 福音 時代來臨 浇灌下來 Hallelujah 來天后我們來到面前 主啊我們謝謝你 你真是那獨行歧視 你是榮耀的主 主啊就是在這個五星節 在復活的季節裡面 謝謝你主啊 你借著你這個聖靈 今天呢 如同當初在西奈山上 下面呢 親自對你的百姓來說話一樣 主啊 但是這是一個末後的世代了 這個是你去照你自己的 那個話語 主啊 那耶穌裡面 使出那個彼得當初在五星節 所那個預言的 所宣告的 他的講道裡面 末後的 還有一個大批的 更大的 末世聖靈 全球性 春雨 秋雨 一次性的 殺種的 收割的一次性的恩高 全部大規模的降下來了 Hallelujah 主啊 感謝讚美主主啊 今天呢既然你 釋放你的仆人的口舌 在這裡 有聖靈的大能大力 在這裡運行啊 所以呢今天我就 奉耶穌基督的名啊 我來祝福這個行船教會 還有一切在網路上所聽的 還有伯利 還有伯利師母 所有的 聽到的這一些 今天的訊息了 Hallelujah 主啊 祢那個恩高 祢那個恩高 祢那個能力 主啊 還有那樣樹林裡面的洞箭 Hallelujah 主啊 全部把它封存起來 不只是封存起來 主啊 而且multiply multiply multiply 讓它不斷的倍增 我來宣告主啊 這樣子 像在末世 你要興起徐々多多的 像行船教會 這樣子的 末後的 釋出行船的教會 主啊 就在末世裡面 做耶穌基督的忠實的見證者 Hallelujah Hallelujah 還有最後一段 Sorry 我們再兩分鐘就好 這個很重要 剛剛聖靈提醒我還有 不然我回去會被我自己的火燒死 我沒有放出來燒你們 我回去會自己被燒 來 剛剛那個拜託 那種聖靈很巧 我會鼓中有畢塞的火 我沒有 我沒有把這個畢塞火發出去 我會自己燒得很難過 所以那全部發掉 把你們給燒了 好 剛剛那個 末後的勉勵是這樣 就是說這是一個榮耀的見證 這是一個榮耀的事工 這是我們榮耀的呼召 而且呢 必帶來永恆貴重的獎賞 一邊是聖靈的這樣子的 全面性的 雙倍的交灌 另外一邊呢 黑暗之子呢 也越來越黑暗 所以光明黑暗 就像我昨天講的 兩部法拉利 在急速狂奔 對不對 加速度的成熟當中 那從那一個末世聖靈的大交灌呢 就會觸動了末世的靈魂大收割 那個即將是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後 最大數量的靈魂大收割 因為呢就在一百年前 全世界的人口不到兩億五千萬 所以當那個使徒約翰聽到 在使徒行傳裡面 渡過佑花拉底河的 那個東方的王的軍隊 有兩萬萬 有兩億啊 他聽見那個數字 因為不可想像 光是軍隊的數字 數目就有兩億 OK 那是在末後的世代 現在清除幾十億的人口 OK 這個是絕對在神的成果的策略裡面 絕對是要進入一個快速收割的時代 OK 所以兩把快鐵刀 他這個聖靈大交官下來的時候 末世聖靈大交官 會觸動末世的靈魂的大收割 那在那裡面 也就是這樣會有兩把快鐵刀 為什麼奇事錄特別跟我講有兩把快鐵刀 就代表這兩把的快鐵刀 即將是快速性的 全球性的 量子福音的世代展開來 OK 各位啊 先讓我們進入這個量子福音世代 事情是可以瞬間成就的 事情是可以速速成就的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進到這個時候 就是聖靈已經預備好 要快速收割 快速浇灌 快速收割 快速撒走 快速收割 那個收割的時候 OK 大家把觀念轉過來 好 然後呢 所以因為這樣 在啟示錄十四章十四節 那個時候呢 約翰就看到 OK 首先是看到一個人子 對 我們都知道人子是誰嘛 對不對 就是耶穌嘛 戴著金冠冕 這次他是戴著金冠冕 戴著金冠冕 這個意思是什麼 他已經準備要做王了 他這次不是戴著那個荊棘的冠冕 結果呢 有一個天使就出來啊 就對著這個人子 大聲的喊 趕快趕快啊 快點到趕快來收割啊 因為時候已經到不能延遲了 這時候再不收割就爛透了 沒有辦法收割了 時候緊迫一 This is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is is the chaos hour 忌諱之窗啊 不可以失去 為什麼 收透了 地上的床家已經收透了 不能等啊 然後呢 所以呢 坐在雲上那個人子就 馬上摔下去 這一把快到 咻咻咻咻咻咻咻 同時呢 還有另外一個天使 他呢 也是呢 拿著快點刀出來 這第二把快點刀啦 另外還有一個天使 第三位天使 他呢 有權柄管火的 為什麼是管火的 我們都知道火代表什麼 審判啊 所以呢 第二把的快點刀啊 是代表審判的 也是收割 但是這個收割 是收割來審判的 要放在火裡面燒的 就好像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 施行院出來講道的時候 夜旦河邊 在那邊 傳講悔改的道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你們呢 他警告那些法律賽人 他指的那裡面的領獎啊 你知道 到了末世 講道可能要變成這樣啊 沒有辦法 這麼溫柔公典這樣 這麼溫柔的耶 你知道嗎 那個施行院 直接指著那個法律賽人 就說 你們這些毒蛇的種類 蛇蟹的後代啊 有人這樣傳呼音的嗎 不是跑逛逛的嗎 對不對 吳牧師 哪一天有人進來 你說你們這些 但是他就這麼講啦 然後呢 你們要 不要給我假心假意的 虚情假意的 你們要接 讓你們的行為 要跟你的悔改的行為 要跟你的 你現在來給我受這個悔改的行為 誓命最可惡的靈就是這個 他用耶和華 妥拉的話語喔 勾引 所以耶穌說你們這些法律賽人 你知道 自己不進天國 然後呢 你們是 穿越洋海 勾引人 進入你的法律賽人的教門以後 而且呢 他們是想要進天國 結果呢 你們反而在他的石頭 井上掛的時候 讓他撐到地獄 做沉沦之子 那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們用 我天父的 村政美善的話語 妥拉的話語 你們去鑽那個漏洞 故意把那個 改變那個言語的意思 然後呢 製造你們自己的教門啊 自己的教條 然後呢 用神的話語 廢掉神自己的誡命 太可惡了 混蛋 耶穌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各位 耶穌有真的 有獅子的樣式 不是永遠都是 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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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候快到了嘛 耶穌出來了嘛 要來啦 所以呢 你這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審判的時候 已經快了 所以呢到時候 康批咬 全部用火給燒了 斧頭啊已經放在樹根上面 不結果就砍了 This is serious business man 這個不是一個 讓你聽起來很舒服的福音耶 什麼做都可以啊 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天堂上定了 不是啊 這是真實的福音啊 好 然後就是這把快點刀 審判的用火 收取 因為葡萄熟透了 葡萄熟透了 接下來 好 所以這個天使 就把這個快點刀 扔在地上 收取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憤怒的大酒 炸種這什麼意思 那個葡萄就是好像血一樣 所以呢 那以撒書裡面有形容 那個耶穌彌撒在來的時候 他在沙漠中在行軍的時候啊 他穿著那一個光明潔白的 大祭司的細麻衣啊 可是呢 身上呢是燃了很多的血啊 所以那時候 先知啊 以撒看了嚇一跳啊 就問他說 怎麼一回事啊 那為什麼你的身子 你那個身上的會有 好像穿了賤的血的衣服啊 那個彌撒就回答說 因為呢 這是我那個 報仇之日在我心中啊 我追討這一些的 逼迫我的子民 硬心不肯悔改的 我追討我抽底的 醉的時候到了 還有撒旦之子的 就是願意跟隨撒旦的 這些的 拜子們 已經成熟了 那個日子到了 就是這些葡萄 所以呢我踹走架 一顆一顆變成血一樣 全部箭到他身上 耶和華 大而可畏的日子 耶穌再來的日子 再也不是那個 妹妹妹 妹妹妹 然後呢 好像有嬰兒肥 躺在馬槽裡面 任你隨便 嘿嘿嘿 那個耶穌不是的 大而可畏的 羔羊的憤怒 所以呢 兩把快鐮刀 所以呢 這個一邊是救贖 一邊就是審判 兩把 為什麼 因為拜子麦子 到那時候都加速成熟了 好 你我所做的見證 做工的果效 兩種價值 兩種結果 都會有永恆的價值 启示录特別 在十四章十二節跟十三節要講這個 特別 聖靈就告訴那個 約翰說你要把這個寫下來 你要寫下來 從今以後在主裡面 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是的 他們安息了 自己的老苦做工的鬼效 果效也隨著他們 什麼叫做工的鬼效 隨著他們 雖然呢 我們那時候可能 暫時受的逼迫 為了見證 耶穌基督的道 我們受 我們殉道而死 可是呢 你這個做工 你可能覺得 你死的時候 沒有看到你跟他 傳福音的這個對象的人 他接受 反而不僅不接受 還要來逼迫你 他不僅來逼迫你 還要咒詛你 可是你受咒詛的時候 你居然為他來祝福 即使你是用以善報惡 照著耶穌所吩咐的 他依然這樣子的 行這個邪惡到底 把你給殉道掉了 所以你就殉道了 可是呢 你以為這個做工的果效 就沒了嗎 沒有 這講很久做工的鬼效 隨著他們 第一點呢 那個起訴律應許說 這一些啊 所有為主做見證 殉道的 要復活於耶穌 執掌王權一千年 所以耶穌到時候開 天國內閣會議的時候 有你的席位在那裡 共同做王 OK 共同治理 第二個 你那個見證有兩種效果 接受我們的見證耶穌的道德 我們所見證耶穌的道德呢 會成為第一把快鐵刀收割的對象 你也會看到很多這種 極速收割的第一把快鐵刀 因為麥子加速成熟的 聖靈大交官 啥種 馬上就可以收割了 可是呢 硬心逼迫我們 硬心到底不悔改的 那個就是 會變成第二把快鐵刀收割的 他成為審判的對象 OK 因為公益的神 行審判的時候 一定是公益的 所以呢 他需要見證 所以呢 當那個白色大寶座 第一次的 復活裡面沒有份的 第二次的復活裡面 千禧年 一千年結束 白色大寶座審判的時候 所有的沒有被復活過的 全部要起來 被復活 接受審判 那個時候 憑什麼 公益的主 公益的審判者 耶穌 他會把 這一個人 判 進到 硫磺火湖裡面去 就是因為 你所做見證的 你這個見證 是兩把的立刃 會有兩種效果 兩種效果 都被神所使用 一個呢 是被 那個神呢 第一把快鐵刀 收割了 進到天國去了 另外一種 他自己硬著心 不肯接受的 你的做過果效沒有失去 因為在那個審判的時候 到來的時候 你所做的見證 就是成為 審判 這個人的見證 所以以至於 他被審判的時候呢 他只能說 成哉 抑哉 你的判斷是真實的 你判我進 硫磺火湖 你的 審判 is right and just 公益的審判者 在這樣子的一個 公益的審判的法庭的 這樣子的場景裡面 他要呼喚證人 還有證詞 就像一個公益的法官 在審判一樣 所以耶穌說 當那日 還有證言在哪裡 所說過的話 句句都要出來 來 還有證人啊 所以耶穌說啊 那一代 審判的日子 你你為那一代人 他們要坐在證人席上面 法律上你們要在這裡 耶穌在那裡 行審判 你你為那一代人 坐在證人席 起來坐證 你你為那一代就是 是啊 當初我們只是約拿 神不過派的約拿而已 他一講悔改的道 我們一看 我們就悔改了 今天 你們法律賽人 就要向耶穌說 看啊 這裡有一個人 比約拿更大的 還要行一個 比約拿更大的神機了 在這裡 行過那些 所有的神機 你們還要否認他 還要殺害他 逼迫他 你們還不悔改 你們還不悔改 We testify against you 我們的見證 是來怎麼樣 敵對你們的 所以審判官 OK 證人 證詞證言都有了 判 硫磺火火 神的怜悯 是Holy的 無可挑剔的 Holy 神的審判 也是Holy的 所以就在這裡鼓勵大家 我們做工的國效 絕對會隨著我們 Hallelujah 今天這裡一直在打雷 你只聽到打雷 還是聽見天使在對你說話呢 聖經是這麼記載的 有人聽見說打雷了 有人聽見說天使在說話 我覺得一直打雷 要一直聽見說話 那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聽得到 又領受 並且結實 有三十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 今天的道 你喜歡神帶來的 你會很扎心 你會害怕神快來的 你會很扎心 但是兩樣結果不一樣 收割起來 收割起來 進倉庫 還是收割起來 被燒 被燒掉 我今天真的很感謝神 在 我們等候那春雨秋雨 就快來 一定會來 就算你拒絕他還是會來 我們在這裡預備 到那日 到那一日神會說 你明明聽見了 我才派我的使者 已經去跟你們說了 因為我們都是行傳的使徒 阿門嗎 今天的道很重 但是很好聽 我真是很深的希望你 我們今天都有錄影 好不好 你要錄音的 你要錄影的 你再看 你再看 繼續看 因為有時候 你只聽到打雷 轟轟轟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意思 多聽幾次 你就知道他在對你說話 可以嗎 你花點時間 昨天柏林牧師說 他都不會放過牧師千鋒 就Paul長老所說的每一篇訊息 我希望你今天的訊息 再聽第二次第三次 我相信 會很深的刻在你的心板上 阿門嗎 阿門 跟你左兩邊說 這大雷的聲音原來是為你 這大雷的聲音原來是為你 好